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肯巴恩斯 地区主任 马利安·马利诺 65号法案专家 麦克 伊斯特等嘉宾 进行细致讨论 进而探讨应对方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专家解答 加州的提案 65号提案 在1986年就被批准了 但是在这个行使的过程中 被少数人利用来进行捞诉 造成了中小企业的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建议就是把这个65号提案 应该进行修改 或者是怎么样防止一些少数人滥用司法 我们要维护中小企业的权利 因为在加州 中小企业是加州经济的脊梁 我们应该支持加州经济发展 就必须建立合理的法律 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嘉宾们表示 加州的企业 理应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 为发展拼搏 他们没有理由 时刻准备应付法律 对他们的攻击和纠缠 全球新闻 洛杉矶报道 小企业 向边